兄弟们,为了以后我们能天天吃到金胡萝卜,所以这一期我们去建造猪恩塔 材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直接去地狱 来到地狱的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先把这个传送门给它拆掉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在基因层的上边继续建造用传送门 OK,拆掉之后我们就拿出方块一直向上搭,搭到基因层 好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地狱的最上边,然后我们放下浅饮盒 我们现在需要用到梯子,还有墨影珍珠 我们把梯子铺在这个基因的上边,这一步呢是为了突破这个地狱的基因层 我们爬到梯子的最上边,然后一直向上抛墨影珍珠 我们就可以卡上去,来吧,抛一下墨影珍珠 哎,我们现在是蝙蝠,血量并不是很多啊,先下来 我们先换成普通的人类,然后我们再抛 哎,这怎么直接卡进去了呢,能不能继续 哎,好,上来了兄弟们,我们已经突破了基因层,很不错 猪蝠塔呢,就需要降在基因层的上方 我们先来做一个传送门,看一下能不能回去 应该是可以回到我们之前那个传送门的 来吧,导火师 点燃,好了兄弟们 我们回去看一下能不能回去 果然没错,兄弟们,我们回来了 那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建造吧 首先我们用任意的方块向上搭64格 上来之后呢,我们来搭一个9乘7的平台 然后在平台的一端,我们并排放上5个大箱子 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用漏斗连接箱子 箱子和漏斗摆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用玻璃把这个漏斗给它围起来 我们只需要围漏斗就可以,箱子的话不用围 围好之后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所有的玻璃都向上延伸25格 哎,这个过程真的是特别的费力气 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我们的金胡萝卜拼了 玻璃已经用完了,我们还需要回家整一点玻璃 不过这个过程就不给大家展示了,直接给大家跳过 好了,玻璃全部围上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中心点给它放一个方块 四个面的中心点全部都要放一个方块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方块向外延伸18格 接下来就是最干的部分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所有的空隙全部都铺上岩浆块 不过现在我们也没有岩浆块 只能再回去挖了 下边已经刷了一个岩浆块了 好了,我们去地域挖岩浆块吧 幸亏我们加了连锁采集的模组 要不然真的是太干了 我们需要重新建造一个传送门 如果离那个传送门太近的话 我们还是会被传送到阶线层的上面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去到地域的内部 这里应该是可以去到内部的 因为这个距离也是挺远的 我们就去看一下 哦,还是在这里 那不行,我们还得回去 这里应该够远了吧 我们把传送门搭进在这里 点燃传送门进去看一下 好,哎呀,我们终于来到了地域的内部 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找岩浆块了 必须要收集很多很多的岩浆块才可以 挖了很多很多的岩浆块 大概是够了吧 不管了,我们先用岩浆块 把这个平台给它铺起来 我们现在的形态是一只蝙蝠 铺岩浆块还是比较方便的 至少是不会被这个岩浆块给烫到 但如果大家是普通的人物的话 在岩浆块是会被烫伤的 如果不想被烫的话 我们需要按住这个Shift Shift蹲下来的话 这个岩浆块是烫不到我们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烫到我们 啊,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没有办法呀 为了我的金苹果忍了 另外就是这些原始也需要换成岩浆块 就是我们刚才铺的这个通道 好了,我们继续干吧 兄弟们,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呀 这为什么这个平台不刷猪人 全部刷的都是岩浆块 这怎么回事呀 这个平台应该是刷猪人呀 是不是我弄错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在玄武岩的上方 刷的都是岩浆块,没有猪人 不太明白 有懂的同学可以和南瓜说一下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把下面的箱子还有漏都全部都拆掉了 我们换一个地方继续建造一下 这才对嘛,兄弟们 又换了一个地方搭建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边刷新的就全部都是猪人了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继续建造 我们需要在第三格的位置 然后铺一层的玻璃 这个玻璃呢也需要把这个平台全部都覆盖 我们就可以继续建造一下 这一格的玻璃 也希望询看看 但这个玻璃是没有 但是这个玻璃 从不最能够有点灰卫的 现在我能够同客人 那么多迹我们买一下 回忍光的